如果在表單設計的地方 其實就有講到就是說 怎麼樣把1234這五個 按確定之後也可以寫到資料庫 有沒有 這個應該有影響 然後裡面的話會有一個程式 從程式碼裡面進來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按一下按鈕 這個B3指的是新增一筆記錄到那個 新增一筆記錄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會呼叫什麼 利用ADO新增資料 然後因為它也是五個欄位 所以就把五個欄位的資料帶過來 帶到這邊來 所以主要是利用呼叫這一個 帶了五個資料給他 然後做什麼事呢 其實主要是這邊是連結資料庫 不過連結資料庫特別注意 如果我們今天要拿這個來用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資料庫名稱 有沒有不一樣 修改 第二個的話資料表名稱不一樣 修改 欄位名稱不一樣修改 其他都一樣 因為也是剛好是 不過特別注意 這邊有單引號 有沒有 就是說姓名 它原來是姓名跟身高沒有單引號 體重沒有單引號 這個性別有單引號 所以你就是要什麼 它這邊有單引號有沒有 單引號 把本來有單引號的 就是因為我們的那個 欄位的部分 剛剛有做過練習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有單引號的 應該是比對一下嘛 我們這個地方是1跟 第1個跟第4個欄位嘛 那我們這邊是第幾個呢 第2跟第5 所以特別注意 你那個單引號的位置呢 要換一下哦 這個應該是比較難一點點的地方 不過各位也不用擔心啦 再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我做完我也給你們啦 放心 你們只要今天至少可以確定是可以執行 然後回家真的要早一點時間哦 反正就是照做 就是知道原理原則 但是這個東西很細心 要很細心耶 因為以前我們寫這東西的時候 剛開始哦 還真的是光為了這地方卡住 可以卡一整天 一整天都要把這個問題解決 哪裡單引號哪裡雙引號 我當然知道你們現在的狀況 應該跟我那時候一樣 有點好像知道 但是又要把它改完全正確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但是久了之後有沒有 發現其實沒有那麼困難的啦 大概就是需要摸索一下下 所以呢我們如何把什麼呢 剛剛的那個SQL語法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FSL裡面 幫我 我們一步一步來 先寫一筆記錄 然後再寫一個工作表的記錄 然後再來就是三個工作表記錄 大概可能要分三個階段 不然一次就跳到後面 我想你們可能會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那會用到的實際上就是這一段 拿來用就可以了 因為它這個地方已經做好了 我們只要改一些地方就可以 那怎麼去使用 我們第一步 如何新增一筆記錄到SS資料庫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先確定我的SS是OK的 也是可以寫資料進來寫到這邊 那這個語法就是我們要的 這一個語法 第二個的話呢 再把SS縮小 並且開啟什麼 開啟我們的Excel 那Excel裡面的話 我希望先練習一下 比如說一樣 我要把一筆記錄寫過去 不過這個時候呢 不是在SQL語法裡面寫 而是跳回到Excel裡面 那我們這個時候怎麼樣 切到Visual Basic 有沒有 然後裡面的話 請你把剛剛 在雲端上面那一段程式碼 把它貼上 就是有沒有 利用ADO新增資料的這一段 Ctrl C 然後呢 直接怎麼樣 貼到這邊來 貼上 那一樣它會有ABCD 我們乾脆利用它來做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話 比如說要新增一筆好了 新增一筆資料 單筆好了 單筆資料 新增單筆好了 等一下會有新增 就是多筆 然後再新增多頁 OK 它就三階段好了 OK 好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會在下面會出現 那將來 我按下它 它會幫我做 那我必須要給它 凸叫它嘛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會需要有A A是在哪裡呢 這個A有沒有 我必須要取得什麼 ABCD 再傳給它 所以這部分 當然你也可以參考 那個雲端上面這邊有 ABCD有沒有 然後再Call 其實這段也可以拿來用 為什麼 因為這邊我是抓到最後一列 可是我們練習的話 我們乾脆看你要以哪一列都可以啦 我們把這些複製一下 我們以第二列好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R的話是用2好了 然後呢把它貼上去 這邊直接拿來用 那實際上 將來有些程式都是可以再被利用的 不是說你要再重寫 不用 假設我今天只是練習 是吧 我要寫一個第二列的資料 幫我寫到哪裡呢 寫到那個資料庫裡面 那我還必須改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改我剛剛講的 這邊有一個路徑 我要寫到的是問題零四 因為我剛剛有加一個零四 它剛好是放在list workbook 就是跟你所有放一起的位置 所以這不用改 再來的話呢 這個insert into這邊 那剛好 因為我們剛剛在記事本裡面 已經有寫過了 所以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那放在記事本的好處 就是它沒有格式 比較不會因為貼上而產生一些錯誤 OK 好 那有五個欄位 再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一下 會有單引號的是哪一個呢 是項目跟人員嘛 所以是二跟四 最難的在這裡 請你把一這邊有單引號 不過它這個很麻煩 就是說它應該把單引號 弄個紅色之類的啦 會比較明顯 不過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這樣就是把這邊刪掉 日期不用 所以把它刪掉 那二要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這邊要加一個單引號 變成B的地方加單引號 它的後面加單引號 我加了在哪裡呢 這邊跟這邊 所以它做出來的話長像這樣 應該可以理解吧 OK 然後再來就是 C沒有 D本來有沒有 它本來有的 請你把它刪掉 因為出貨的數量不用加單引號 反而是什麼 人員要加 所以在哪裡呢 在它的雙引號的前面 跟雙引號的後面 加 OK 這樣改完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OK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以後我想你要改出來 就不是太大問題 反正將來不外乎就是欄位嘛 塞什麼資料給它 塞的資料如果是文字就加 不是文字就不加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都一樣 最後它會 Execue 就是丟給誰呢 利用ADO有沒有 其實我們是利用ADO 丟一個SEQL 給SS幫我什麼 因為SS就是 它看懂SEQL 所以它會幫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SEQL語法是資料庫共通語言 不只是SS 其他大型資料庫都通用 所以剛剛同學有問到說 如果一般公司不授權SS的話 我建議乾脆你用買SEQL也可以啦 現在很多公司都改買SEQL 只是說變成你們又要學一個買SEQL 嗯 又要再學一個新的 不過我的部落格裡面有教學 如果你要想學的話 裡面太多了 真的 後來發現我真的不怕你們學了 怕你們沒時間學而已 因為學習好像對我來說是 跟吃飯一樣 每天哪一天不吃飯感覺就肚子餓了 所以我覺得好像學一些新東西 對我來說好像不是太多太困難的事情 可是我發現對很多人來說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就像海莓一樣 隨時都來學一些新的東西 只要看到有些什麼新的我就看一下 而且我翻書很快 我朋友說你到底在看 你看完沒有看完了啊 他說你才翻幾頁啊 因為我不會就那幾頁啊 其他都會了我幹嘛看 對不對 而且我會的可能還會的比他多啊 我幹嘛看那些污染了我的思想 所以我就看什麼 因為有些東西真的我們都已經會了 不用看了 然後你不會的地方你再把它翻來看 尤其是工具書是這樣子 當然你如果像文學的東西 就不能這樣跳著看啊 不過有些文學書也是這樣 有時候會沒耐性 很想看結局 比如那個男的跟那個女的 最後結了 我就想要跳到最後一個章節 看一下啊 原來他們沒有在一起 好可惜 當然有些時候是每個人閱讀的習慣不同啦 有時候其實我覺得在學校裡面教 老師教的東西太呆板了 所以我的時候會常常 心裡面會去 怎麼樣 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不敢質疑老師啦 因為以前在學校裡面 你只要直逸老師 你就是壞學生 我就表面上當乖學生 但私底下其實我很多question 很多問題 所以畢業業之後我發現 哇就海闊天空了 所以我那時候最痛苦的時候 就是寫論文的時候 感覺有一個經過咒 畢業業之後 哇什麼都沒有問題了 反正我愛怎麼講就怎麼講 老師也管不到我 可是寫博生論文的時候不一樣 哇太多的規矩了 那規矩的話真的是會讓人家真的窒息 那像這些東西 其實你光講個ADO好了 各位去坊間看 厚厚的一本書 而且其實我都買回來看過 我還真的很認真的把它看過 看完之後我真的我 我還是看不懂剛開始的時候 我看很久奇怪了 為什麼新增資料有 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 第四種第五種第六種 好多種方法 而且他全部都交了一輪 交完之後 發現我不知道該用哪一種比較好 好像每一種都對 每一種都可以 後來我發現 其實講那麼多招 都沒有一招就夠了 後來我發現用這一招最好 因為我就選了一招最簡單 而且傳系統的好處是說 不然你說有些時候 耍功夫耍得很漂亮 招式很多 最後最重要就是要把敵人打敗 你敗人打不敗 你耍什麼耍花槍耍 耍再漂亮怎麼用 所以一招 一招就必命就可以了 所以後來我想 就這一招 因為後來發現用傳系統最簡單 所以為什麼 而且傳系統的好處是說 不會因為系統的關係而有差異 只要是資料庫都支援 另外就是你要學會ADO 怎麼樣傳遞 SQL語法給SS 或者其他的資料庫 將來不一樣的資料庫 你只要改這邊就可以了 就是open 後面的這一行 這個部分其實網路上都查得到 open的這一串 你後面的給他的語法都一樣 所以這一套東西 是適用在其他各種 不見得一定是SS 也適用 邏輯上一模一樣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基本上呢 這邊有個註解 這個可以刪掉沒關係 然後 其實本來我上面有1 2 3 4 5 6 7 8的 後來我發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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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沒用沒用 後來發現只要1跟2就可以了 好有沒有 夠簡單 因為我以前最早是教好多 一大串 後來發現那些對各位來說 都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今天不是講說 能刪就刪 好全部刪光光了 剩這麼簡單 你們去看網路上教你怎麼樣 新增資料庫的語法 看完之後再看我的 你一定會覺得太好了 這就是我要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實在是精簡到不行 因為網路上絕對找不到這麼精簡的 所以為什麼網路上很多人也是在 從事這方面教學 不過我發現看一下 我還是挺滿意的 很有成就感 因為別人的東西看一下 實在是廢話太多了 而且還抓不到藥鈴 而且比較沒有實務經驗 我發現很多就是講好多理論 講完之後 然後呢 理論講完了 接下來呢 沒有了 那我覺得最重要是要做出成果 做出要的東西吧 那我這東西就告訴你 我理論講很少 但是做得出來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這個東西已經 弄了可能差不多20年了 而且這東西 不是只有在VBA裡面可以執行 在其他的什麼ASP PHP 或者是什麼 也是類似的用法 一模一樣 只是差別是環境不同 OK 好 那做完之後 那我們等一下怎麼樣 就是可以 假設我今天因為是第二列 的第... 這邊要改一下 應該是第一欄 對不對 第二欄 第三欄 那也就是說我這邊的話 分別找到 第... 前面的... 就五欄 然後第二列好了 並且新增 新增就扣他 好 第一步就完成對不對 第二步記得喔 工具裡面有一個設定 你用項目 因為呢 ADO我講過 它不是內建的 它是一個外掛 如果你用了它 但是你沒有把它掛進來的話 它會產生錯誤 因為VBA不認得它 那它是放哪裡呢 放Microsoft Active Data Object 這個2.7的好了 我們用2.7的一個 好 或者6.1應該也可以啦 不過我沒有試過 我不確定喔 2.7、2.8都OK 那6.1的話 因為比較新 等一下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按確定 OK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啦 1、2 那等一下我會幫各位把這個 貼到雲端 如果你實在亂不出來 你就是先可以完成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這個 新增單筆資料 然後呢 怎麼樣呢 把這邊呢 在這邊 第一 我是1月的 1月的第一筆 所以在1月第一筆 這邊拉一個 叫新增單筆資料 的這一個按鈕 然後按下去看看 有沒有辦法新增到我們SS裡面 如果按下去呢 在SS裡面有多一筆的話 那表示成功了 那不過 第一季這邊已經有一筆 原來有的 我把這個先刪掉好了 先確定一下 我們這一筆記錄呢 OBOK 所以你刪掉的話 你可以直接選它 從旁邊選 刪除掉 然後看把它 全部關掉好了 是儲存一下 好 那因為 可能新增的時候呢 你SS 如果沒有關閉 它可能沒辦法新增 所以SS 先把它關一下好了 那再來就是說 當你按下它的時候呢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一樣我講過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先在VBA的 你可能比較沒把握的地方 先怎麼樣 先設一個中斷點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 這邊傳過來的東西 跟最後執行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試一下 設中斷點 按它一下 卡在這裡 那我們確定一下 傳過來的東西 A是什麼 E 有沒有 B的話是B 這邊是 然後這邊 這邊 OK 沒問題 丟過來給它 那這一行是 我把外掛 建立一個物件給它 就是一個ADO的Connection 這個東西是要連結資料庫的 然後後面有個語法 要連結桌面上 同樣路徑底下 同樣路徑是在 有沒有 因為我是放在 這個我是 我的路徑 因為我這個檔 現在是放在那個 我的低疊底下 不是放桌面 所以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我把那個 我桌面上的這一個好了 這個資料庫好了 我也複製一下 放到 因為我的範例是放在這邊 然後把它放在範例裡面 假設把它貼上去 特別注意喔 你們不要說 有的同學 明明複製到桌面 可是你開 現在還是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那可能會產生錯誤 好 那有的時候設中段點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隨時查看一下 那再來怎麼樣 直接執行這一行 有沒有開 如果這一行卡住的話 那表示你那個路徑有問題 找不到這個資料庫 再來的話呢 insert into 然後value 好 最後呢 exqueue是關鍵 如果你不確定說 你這個裡面的值 這個裡面這一串 到底是否正確的話 你可以再到那個檢視 裡面有個即時 叫什麼 Ctrl 這個即時運算視窗 Ctrl加區 Printer 就一個問號 SQL 把這個SQL Enter一下 再確認一下 因為有沒有 這個的作用主要是什麼 尤其是我們在剛開始 在除錯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技巧 因為以前 菜鳥工程師 尤其是菜鳥工程師的時候 都不知道有什麼方式 可以幫助除錯 所以一直錯 找不出問題 還是錯 做100次還是錯 那怎麼樣除錯 最簡單 這個方法 我提供給各位 即時運算視窗裡面 Printer 這個問號是叫做Printer Printer Printer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SQL裡面的東西 幫我印出來 我要看一下 到底是否正確 那檢查一下 欸 好像有錯喔 哪裡有錯 對 這邊有沒有錯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Printer出來馬上知道了 一執行又錯了 就像你寫在酒 有時候一次要搞 一次要做正確 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切記就是說 你可以善用什麼 中斷點 善用什麼呢 即時運算失窗 這樣的話 你可以寫出 完全不會有錯誤的 這個VBA程式 而且可以慢慢來 沒關係啦 你不要急著一下做 很容易出錯 好 但是改完之後的話 你現在執行不對喔 記得要把程式倒車 已經執行過什麼倒車 很簡單嘛 這邊不是有個箭頭 請你往上拉 VBA很厲害一點喔 其他語言好像幾乎沒有這個功能 程式跑過還可以倒車的喔 這很厲害 我第一次 我剛開始還不知道 我不知道哪一天 突然寫聲 我想要倒車 看看能不能倒車 我把這個箭頭一拉 居然可以倒車耶 對不對 倒車意思就是說 剛剛跑錯了沒關係 再倒車回去 再跑一次F8 這個時候的話 你再把它print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就是新的了 這樣的話 VBA真的很人性化 所以有的時候 這些也是不傳的招 因為書裡面 沒辦法教你這麼多 還要動態的告訴你 像剛剛講這些事情 如果寫書的話 不知道拍多少照片 但是還是很難陳述啊 OK 但是有時候 有些情境 所以影片真的很棒 有時候如果沒有影片的話 有一本書裡面 沒辦法跟你講這麼多 OK好 那再確定一下 反正你就是 一二三 確確一下 單引號 單引號 OK好 沒有問題對不對 再來的話 你就大膽的去把它 再execute它 execute 意思就是說 把seql 這個語法 傳給 SS 讓它去解憶一下 OK 好 那它會怎麼樣 解憶完之後 會 也是 不過就執行過 OK 執行 有沒有 如果說你這一行沒卡住的話 那恭喜你 你應該已經把資料寫過去了 所以試一下 好 再來的話 我們來確定一下 它有沒有跑到 這個把它打開來 有沒有 在第一季裡面 有沒有新增一筆 一筆而已 因為這個地方第一筆 有沒有 有寫進來了 因為剛剛我把它刪掉了 那恭喜你 成功了 第一步了 後面就簡單了 第二步就是批次 就是把第一月的全部放過來 那再來第三步就是把一二三月的 通通放過來 OK 好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先試一下 那這個語法可能稍微 比較冗長一些些 主要有兩段 第一段 這個是 這一段是從那個問題一裡面 括過來的 這一段也是 不過我新增了一個什麼 程序 程序名稱叫做 新增單筆資料 然後 然後 抓第一筆 不過等一下這個 列號可以增加 所以可以寫一個回圈 然後再 一直跑一直跑 它就會把 資料全部寫過去了 OK 那這邊的話 我等一下也把這兩段 複製一下 我會把它放到雲端上 所以 請各位就到那個 我們這個的下面再找一下 最下面這邊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 好嗎 好嗎 然後